北位14.3度上的葡萄园 但我在世界的仰酒地图 会发现传统葡萄酒产区 都是分布在南北位30度至50度 但位于北位14.3度的泰国 都有出产葡萄酒 这些偏离传统的葡萄佳阳 被称为新葡萄酒 距离曼谷150公里的口岸 平均温度为涉及15至28度 日夜温差大 中指出来的葡萄品质理想 今日就去泰国的波尔多 参观新葡萄酒庄 在欧洲 葡萄一般需要180日时间才可以收成 而在泰国 因为日照充足 只需要150至160日 葡萄酒成熟 所以一年会有两座 这里的葡萄酒 属于较易入口的年轻酒 非常密常饮用 加上泰菜这些亚洲菜 就更加相得益彰 想试一下新葡萄酒 这个酒庄每日都有三场品酒团 还开放庄园被游客参观 泰国的阳光 引用出独特风味的葡萄酒 而在不见天日的阴暗处 就要一堵一堵的菇菌破土而出 Mr Mushroom 是一所专门培养有机菇的菇菌圆 据称菇有防岩冬牙 所以Mr Mushroom 除了有新鲜和干制菇菌之外 也认为研发了一堆菇制产品 打破你独菇入味的概念